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我看你非常忙 因为尤其我每次来新加坡 就会觉得你的时间很紧 甚至你看一年又这么多次的宣教 然后我看你在本会的时候 也是那么好像时间很紧 就像我们这次专访也是这么紧的时间 像每年一样这么紧的时间 我想问你你会不会在特定的时间 然后需要去放松一下去度假 有一些调整还是怎样 对啊 其实放松度假这都是好的 重点不是放松度假给你力量 乃是你随从圣灵给你力量 那怎么说呢 我们这个身体是煮造的 我们的整个的精力 是借着神的能力给予的 那所以当我们顺服主来做一切的事 做工做工有集中力 完了的时候有完了的自卫 那现在很多人是这样 尤其在新加坡工作非常压力 一天上班四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我看施奉主的我的同工也是很辛苦 所以有时候就是好像忍耐忍耐 然后等有一天时间到 我们安排三个月后六个月后 我们要到哪里去度假哪里去玩这个东西 那心里面就总是有一个欲望 哇 那个地方好玩 那个地方有个理想我想去 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带着这个心态 想要满足这个欲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去玩了 反而不好玩了 不得满足 对 不得满足 这是我以前的经历了 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 低迷地做工 然后等时间到发现 拿假去玩 然后玩回来累 其实我们应该 信徒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顺着圣灵 我们在每天的服侍当中 也有松懈的时候 我们服侍主当中 我们享受我们服侍的成果 那个喜乐 那个弟兄姐妹看到他们成长 那时候我们的满足 有时候妻子 孩子给我的天轮制 就是很多当中 就是顺着圣灵 一步一步预备 那有时候呢 事工比较松懈的时候呢 主可能为我们预备 家里出国两三天 还是哪里 或者宣教之后呢 我们有些旅行还是什么 那都看到主的预备 有心情也预备好 那要去的地方也预备好 要在一起的人群也预备好 心里何等的满足 所以我们神明我们是不能为自己策划太多的 也不能带着一种忍耐来跟从事奉 然后过后 然后快点要满足自己 或者给自己减压 有这样的方式 这是不太理想 当然不是每个人做得到 但是我要讲的是 顺着圣灵行的 必要得满足 我们顺着圣灵行 我们就发现 这个情欲是 不能满足我们 情欲的东西是反而叫我们累 叫我们失望 顺着圣灵行 自己探讨